大家好 我是你的機械人助理 ID 的投資經理 Jim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剛剛在 ID 上榜了幾天 有重榜消息的 868 順義玻璃 過去半年順義玻璃已經由 9 元升到 18 元左右的水平 升了兩倍 而我們的分析就看到順義玻璃過去半年升超過一倍 以及未來的增長潛力也是吸引 主要是有五個原因 第一就是平板玻璃的價格已經升至少三成 第二就是順義玻璃的產能繼續增加 第三就是順義玻璃收購中國玻璃3300 以低價換取大量的產能 第四就是持有 38600 順義能源 以及 968 順義光能的股權價值 第五就是現價計21年的 PE 是13倍 但是盈利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平板玻璃是建築用的玻璃 而主要是用在高樓大廈、地鐵站 我們經常都會看到這些玻璃幕牆 大大塊的玻璃幕牆 其實在 Apple Store 裏面就是最貴的建築材料 順義玻璃是主要做中國內地用的平板玻璃 產品是建築的玻璃為主 當然內地的平板玻璃需求主要分為三種 新樓盤佔55% 舊有的全量樓盤翻新工程佔25% 汽車大概佔10-15% 今年就是疫情 4月份之後隨著全國陸陸續復工復產 房地產亦開工建設 對玻璃的價格需求亦開始增加 由那一刻開始價格就開始反彈 其實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裡 玻璃的價格已經升了超過三成 為何三成那麼多呢 其實就是因為玻璃的價格也有季節性 及波幅大 上半年未做工程而又需要廣工 再加上第三季本身就是一個黃季 下游經銷商見到這樣的情況 越貴就去越買 開始希望斷貨 導致一年期現貨期貨都去到歷史新高 據WIN金融數據的顯示 截至11月30日浮發玻璃現價價格 是去到1893人民幣每噸 交第3月底的1350元 是帳幅超過四成 10月中秋和國慶之後 玻璃產業鏈也恢復了一個常態運作 但是產業鏈銷量普遍超過100% 到了第四季的11月 玻璃又呈現淡季不淡的情況 11月企業的發貨再次加速 玻璃價格也重新上漲 而庫存跌得很快 供不應求 庫存不足的情況是持續的 例如玻璃製油箱河北沙河的玻璃已經接近空腹 而華東華南的龍頭企業 日坤發貨率超過130% 達到歷子同期最好的水平 信義玻璃主要的產品就是平板玻璃裏的浮合玻璃 在2020年初疫情的不穩定因素下 令到價格下跌了很多 亦都是疫情之後 剛才所說的需求上漲 令到它的價格上升很快 它自己本身的指數 亦都是說回 就是3月份由1297點起步 是去到11月的高位1863點 征服是有43%那麽多 浮發原片市場的產能 先說回 就是以每日的融化量的片數去計算 而這個市場是有兩大龍頭公司 分別有A股的企賓集團 601、636和今天的主角 是868 順二玻璃 過去市場的產能 這幾年其實擴張都不積極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中國政府公信部的管制 2018年1月1日 水泥玻璃行業產能支援實施辦法施行 嚴禁水泥玻璃的新增產能 需要製造商去新建產能的時候 必須要實施同等的減量 又或者是產能的支援 所以其實總體的正增長 其實是很有限的 中國的產能 順二玻璃亦都是在這個時候 別人恐懼時我有貪婪 發放了一個重大消息 就是以一個非常優惠的價格 去收購產能 順二玻璃計劃向中國玻璃提出要約 以收購期全部200元的股份 每股的要約價是9毫 涉及的要約價值是16.29億元 其實整單支援 就是以自己差不多的17倍PE 市盈率左右 去收購另外一間 是用同等17倍PE的價錢去做 但是我們看看金額 金額就是自己市值的2.4%那麼少 但是中國玻璃的產能 其實是佔了 順二玻璃的32%那麼多 所以在剛才所說的 硬能兌換政策底下 這樣就好像是買了一個 產能擴充的通行證 如果收購成功了 代表著 順二玻璃的產能提升 鞏固了它的龍頭地位 每日浮發玻璃圓片數量 亦都由原先的24000多噸 再加上樽璃的每日溶化量 6600多噸 變成是一共30600噸 而這樣就變成第一位 是大幅拋離 就是企賓集團的每日溶化量 17600噸 而這兩大龍頭 其實它的產能擴張 亦都未結束 譬如是企賓集團 亦都說明自己的產能 希望在未來幾年 是增加三成以上的 主要是要收購為主 信義玻璃是九月 亦都收購了另外一間 就是瀋陽耀華 每日溶化量是去到2500噸 而亦都自己在張家港 和港西北海 會有四條的新生產線 點火頭產 今年尾 加起來的每日溶化量 亦都去到2500噸 而信義也會在東南 歐洲和北美 繼續是海外擴張 所以未來的兩大龍頭 市場份額會繼續擴張 會令到他們的壟斷更加加強 令到定價權更加有利 剛才所說中國玻璃市值 其實是18.64億 PE以現價計是19倍 信義是708億 PE是16倍 所以比率大概是2.6% 為何市值會差那麼遠 其實主要是中國玻璃的淨利率只有3.4% 但信義的淨利率可以去到27.5% 差了很遠 所以信義有這麼高的營運能力 他認為預計收購事項 可以透過提升中國玻璃的生產效率 撤散了他的採購和生產成本 是令到整體的規模效應提升的 換句話說 就會令到淨利率提升的 其實如果沒有做或者做不到那個廠的提升 信義也可以關閉了一些中國玻璃的工廠 在當前的政策之中 去申請一些新的廠房產能 信義玻璃也受到疫情的影響 在上半年的業績有少許的影響 營利下跌了4.2% 而純利下跌了35% 不過我們很相信影響很短暫 因為我們看到下半年也有強勁的復甦 彭博估計明年的市盈率是13倍 不過很可能我專門估計盈利 因為玻璃價格的提升和產能的出來 就會有大幅的上調 是不奇怪的 所以信義玻璃的現價仍然是很有吸引力 最後就是不要忘記了 信義玻璃其實也是一間控股公司 裡面有一些寶藏 許其下是持有368信義能源 和968信義光能的股權 368信義光能其實是一間生產和銷售 太陽能玻璃的產品 368信義能源是太陽能發電廠的營運商 所以信義的下游銷售策略也非常全面 而幾間公司之間也有一個協同效應 而我們鋪略地估算他們的市值 現在兩間公司整個股權一共是293億港元 即時是等於信義現在市值700億的四成多 相信相關市值的釋放也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是一個潛在對股價的利好因素 拍錄8信義玻璃在ID十大AI智能報竹出色錄 其實是有三天的 我專業研究之後 已經投資了在ID.AI成專方 開始捕捉模擬倉 ID.AI智能報竹中放入接近100種技術分析工具 包括MACD、SMA Ratio、Williams Percentage R、RSI等等 ID.AI以機械學習的方式 分析過去幾年香港股票的表現 合致一算計算未來20天上升和下跌機會率 然後將兩者雙減Line Curve 從二去計算到十大排行榜 幫你找到爆升指數高企的股票 如果想繼續收看更多ID.AI推介回顧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我們的小鈴鐺 如果想每天即時知道ID.AI推介哪一隻爆升股票 以及Jim分身推介哪一隻好東西 記得下載我們的華富牛熊 以及登記成為十大熱門股智能捕捉的會員 多謝 拜拜